我要提一個人 我如果不提這個人 今天我們的見面就不算完整 今天我相信戴志穎也在現場 等到最後才聽到總統點名 世界球後戴志穎很ㄍㄧㄥ 故作淡定 就算內心澎湃 表情也只有淡淡微笑 要當面代表所有的台灣人 跟你說一聲謝謝 謝謝你留下來 其實在接見開始前 戴志穎臉上興奮早已藏不住 尤其是聽到蔡總統親口道謝 讓他心裡好感動 選擇在臉書回應 聽到國家的領導者 這句話已經足夠 讓戴志穎真正感覺到 自己選擇留下來 絕對是值得且正確的 打球比較快樂 還是錄音比較快樂 比較快樂 戴志穎難得坐在廣播室 看稿錄音有點不太習慣 可以聽到自己剛才的聲音 對 我剛才被前面那個哈哈用的 我剛剛前面有一個 有 有 我有聽到 總統府接見結束就趕來錄製廣告 原來早在數個月前 戴志穎就答應內政部 要當防災大使 和部長葉俊榮一起拍片 現在請大家跟防災大使戴志穎做動作 請大家找到身旁堅固的桌子 保命三步驟 趴下 掩護 穩住 保護好自己最重要 運動服變身防災大使衣服 看起來有點像消防員 雖然缺席英雄遊行 球迷難免覺得可惜 但戴志穎換個方式 用例行工藝挺台灣 記者綜合報導 請大家趕快點